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要真有事的時候 或者是說真有這個 面對像比方說北韓 那你看拜登的態度 就跟之前的川普就很不一樣囉 你看這是刻意的要低調嗎 因為當離開韓國之前 被問到說 那你想對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說什麼的時候 拜登就說哈囉 就這樣了 就說哈囉就這樣了 這是什麼是在哈囉嗎 是在哈囉 感覺像那個 以前有一個我很小時候 很喜歡的歌手 萊諾里奇 他好像萊諾里奇上聲了 Hello It's me you are looking for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I can see it in your smile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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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會覺得 他這首歌就叫哈囉 所以我故意唱 換起我是六年級生 你是神來一筆 換起五六七年級的 她是看到美女的自動化作 今天那個主持人那麼漂亮 平常已經很美了 今天更漂亮 你剛剛進來 進棚的時候 不是這樣說的 因為剛剛被糾正說不會聊天 所以今天一定要特別美 失控了 所以要唱一下萊諾里奇的哈囉 總不能 他面對金山胖的時候說 Say you say me 那個談你談我 這是那個屬於川普時代 特朗普 川普跟那個金正恩的特權 所以他這個想要 我感覺有點想低調 可是你不要忘記 他之前到韓國龍山基地 和烏山美軍基地的時候 他就有講說 打算跟韓國簽署一個 部署戰略武器 那這是針對誰 當然不是北韓 現在那個韓國的新總統 以錫悅也不排除 再跟這個美國部署簽署合作 第二套的薩德 那觸動了中國的敏感神經 也會讓北韓不爽 所以當這個他要去日本的時候 臨行前丟出這個 如果你見到金正恩 會不會想跟金正恩見面 他也不排除跟他見面 但是見面你也想跟他說什麼 他只好說來洛尼奇的哈囉 所以你不覺得 拜登是到底在想什麼 他可能還沒準備好 但是現在他都說 我在亞洲是有備而來啊 你怎麼能說 他是沒有準備好的 起碼對平朗而言 你看看這個亮哥 我們就請您談 他現在今天宣佈啟動了 印太經濟架構 不意外的裡面沒放台灣 不過呢13個初始成員國 說實在的比我預期的要多 這個也不用 這個叫做啟動 啟動的一個協議 事實上沒有協議啦 就是說大家願意加進來 然後反正要拉開分別談嘛 這個是沒有什麼具體內容 只有說我有四根柱子 那大家分別就這幾根柱子 拉開來談吧 你說四大重點就是四根柱子 對對對 因為他用的詞是Pillar嘛 那這個什麼叫初始成員國呢 就是說我們願意加進來試試看 就這個意思而已 因為這個並沒有法律約束力 也不是條約 基本上他的性質 是美國的一個行政協議 那就大家加進來就好 我跟美國願意談一談嘛 就這樣而已啊 這個跟多邊協議差遠了啦 你看RCEP跟CBTP 都要經過一個很長的過程 像那種CBTPP美國才不要 而且互相約束 這個沒有互相約束力的啊 單方說我要退出就沒了 那種是要讓步 或許約束要讓步 這個也是要讓步 就是說你跟美國能不能談攏啊 要談哪個項目啊這樣子 對不過在報導裡面說 日本想要暫緩這個進程啊 還要先爭取東南亞等更多的國家來參與啊 東南亞只有三個國家沒參加啊 緬甸 柬埔寨跟老臥啊 這個基本上這三個國家拜登就不要啊 是 所以基本上都進來啦 是是是 可是那個進來意義不大啦 因為你也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你去看那幾個項目嘛 基礎設施指的是什麼 那請問那個泰國正在跟中國在 中老鐵路要延伸到曼谷 那那個是什麼 美國可能嗎 不是啊 你要跟他 我就不知道你談 你是要談什麼嘛 是說你跟中國要協建基礎建設的時候 要符合某些原則嗎 那如果不符合那個項目就暫停嗎 不知道嘛 我們不知道美國是要要求什麼嘛 對 因為他基本上事實上不是一個開放市場 或降關稅的協定嘛 所以更多的是符合美國標準的協定嘛 比較可能的意思就是說 你只要願意加入這個IPF啦 那以後我們美國做生意啊 或者要投資 以IPF國家為準這樣 只可能是這樣嘛 那可是人家具體在進行中的商業項目 那怎麼辦 那不動啊 可是美國過去 尤其在去年 你記不記得美國拜登政府 密集官員到訪 不同的東南亞國家 然後談的都是 包括我們可以怎麼樣去做 基礎建設方面的投資啦 美國可以如何 那美國沒有這種工廠 沒有這種企業嘛 企業 美國的基礎建設的企業 基本上已經都垮了 是嘛 就是我剛剛就說 因為都是在歐洲 日本 韓國跟中國嘛 這大家都知道啊 對對對 謝謝亮哥這個點出這個重點 而且我跟你講 那個稅收就擺明了 就是葉倫要推那個最低稅付 就你不要到時候都免稅 讓我們美國公司到你這邊 都可以想要零稅 那到時候他們都跑來你們這裡 他就要求你要至少要科正那百分之十二 那這個對當地國來講我幹嘛 我就是要吸引跨國企業來我這裡投資啊 那我為什麼要 我為什麼要同意什麼 百分之十二的最低跨國公司稅 對不對 還有反腐敗我為什麼要同意你 我們的文化跟你不一樣啊 是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具體談下去 你就知道難度很高啦 好 所以這個現在呢 就是把這個姿態擺出來 可是這個是不是就是扎扎實實的 還是說這個也是虛的 今天你看拜登送給日本幾個大領包 拜登拜登也支持印度成為常任理事國 說到了你看拜登表態支持 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支持而且還說如果改革成功 他是要改革安理會嘛 改革成功的話 我就支持日本你來成為這個 裡面的成員國 這個聯合國的問題 要請教一下這個介大學 你這次有條件 而且有這麼容易 可以讓日本真正成為 這個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嗎 美國在聯合國的提案 大概通過的比例是四分之一 四分之三都被人家否決了 所以美國在聯合國裡面是一個侏儒 事實上不是一個超級能力 所以這也是美國就是說在聯合國裡面 常常挫折感很重 大使剛剛講的是侏儒 就是說他是一個侏儒 他不是一個巨人嗎 你在國際政治上你是一個巨人 可是你在國際組織裡面 美國是一個侏儒 那這個就變成他講的話 只是一個空口一句距離時限距離很遠 而且這個日本想成為聯合國安理會 常任理會司國已經有將近四十年了 這麼久了 對 我記得是大平正方還是擔任日本首相的時候 你想想看大平正方 很多年輕人聽都沒聽過 他就曾經專程到東南亞 去訪問過一篇一圈 遊說東南亞博協的各會員國 支持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領事國 那時候日本的經濟是如日中天的 可是那一創回來以後 日本就不敢再提這件事起碼二十年 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支持 所以這個不是 所以那時候是他最有錢的時候 最有錢的時候 那時候他自得意滿說我這麼有錢 我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那麼我要成世界安理會員 他跑到東協 煞雨而歸他就慘敗 他本來以為說哪有那麼難的 他以為這些東協國家用錢講一講就搞定了 結果他沒想到受到那麼大的屈辱 完全都不支持 所以四十年前的老議題 今天又拿出來提 而且況且美國在國際組織 尤其聯合國裡面影響力更低 更低了 更低 而且以聯合國目前的 這個所謂的權力架構裡面 他現有的章誠的話 他這個連沉案都有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 要改章誠是重大決議要三分之二 這幾乎是不可能達成的 然後在這個情況之下 美國就想反正達不成 我就讓你聽個高興就好了 所以就是空口白話 空口入白刃 然後就是等於說 送一個最廉價的禮物 所以講這種空話誰姓呢 對不對 再來 日本跟印度聽得都很爽 聽得高興就好 但是呢 等到什麼時候啊 進不去啊 拜登還支持岸田提議 明年G7峰會在廣島舉行 岸田提的 然後拜登說好 但是談什麼 要在這個廣島 因為這是岸田的家鄉嘛 然後問題是廣島想說 這要在什麼原子彈投下去的那個地方 那當年那個原子彈是美國投下去的 不是嗎 還好啦 來拜登又宣布在東京設 美國疾病控制跟預防中心部門 要在衛生方面 醫藥方面共同加強合作 還有岸田文雄表示 日本要大幅度的提高國防支出 不過看到這邊亮哥 我們在說 怎麼沒有提最核心的問題呢 人家日本要成為五眼plus啊 是啊 怎麼沒有提到這一題呢 這個我有點意外 為什麼 我不知道 對啊 很奇怪 他怎麼沒有提到這一點 來 不過這個跨的 明天要談了啦 亮哥你看 他現在跨的就是要什麼 要講非法捕撈的事吧 要倡議反制硬態 這個議題非常聰明 是 因為這個其實是其他東南亞國家啊 或者是可能彼此之間 比較容易達成共識的議題 不只這樣 我跟你講這個議題表面上看起來 沒有軍事性 那事實上 他因為他要用衛星追蹤啊 所以他等於就是要建立一個衛星帶 這個嗎 一個監測的衛星帶 就是整個監控 他如果可以監控這個小漁船 那對於未來所有的船都可以監控啊 中國大陸的也會被監控啊 當然啊 因為他就是在講中國的漁民 有非法捕撈的問題嘛 那事實上他們真正care 才不是非法捕撈 他真正care的是所謂灰色地帶作戰 是不是漁民不是真的漁民 就說有一些所謂武裝船隻嘛 是啦 那當然真正care的是這個啦 那漁民你怎麼抓啊 是 對不對 可是他就是要建立一套 衛星可以監控的 那多國協力的體制嘛 所以他這個題目是很聰明的 是喔 因為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不是跟政府衝突 而且是在執行一個民間非法的事務 對好像在顧及這些國家啊 他們漁民們的權益 對 民生啊經濟的議題對不對 事實上不只是這樣 他事實上就是針對 中方有一些小型的船隻 進行灰色地帶的偵測跟作戰 他有軍事國防的用意了 不過另外 因為中國 這個我講一點小故事啦 因為中方常常出動一些漁船 在海 就是在南海這一帶在撈東西 那美國常常有一些東西都掉在裡面了 這個印度呢 這邊有這個戰略性島嶼 那麼日本要拿錢給他投資 那這個位置呢 是說靠近麻六甲海峽的地方 而且呢我看了這個報導 特別強調 說這個麻六甲海峽呢 是中國大陸能源運輸 運輸的地方這個通道 算是一個咽喉啦 而且呢每一年六萬艘商船 透過這些 通過這些海峽 來看一下這個圖對不對 看一下拍得到嗎 拍得到嗎 對 對對對 這個安達萬是在上面這裡 這裡 那麻六甲 麻六甲在下面 島在這邊 所以還有一段距離啦 還有一段距離 不過就是 它是印度洋最大的島 就是 那這個當然就是 日本跟印度的一個 具體的合作項目 這個很實質啦 很實質 就是未來日本如果有 比較遠程的海軍要進入這一帶 那或者它的一些商船啊 那當然就可以停泊在這個島 所以這個位置 也算是重要啦 重要的島 它是印度洋最大的島 印度洋 所以好 所以這個美國 當然這個應該 這會不會也是美國在後面 的一個佈局 還是你覺得就是印度跟日本 兩個談好就夠了 這個 因為這個位置啊 它比較是在緬甸的下方啊 可是因為它 就是它是屬於印度嘛 所以就是變成 它可以靠近東南亞這一邊 所以為什麼它會扯到 麻六甲海峽嘛 麻六甲海峽是這樣距離斯里蘭卡還蠻遠的 可是就是麻六甲海峽剛上來 要往印度洋那邊過去 那就會碰到這個島 好 來 那麼我們來看 現在呢大家說這個俄烏戰爭 俄烏戰爭啊 我們繼續說 那美國自己本身它現在呢 在這個烏克蘭這邊 你知道它沒有所謂的駐軍 但是呢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說 美國國防部考慮在美國駐烏大使館部署特種部隊 理由是為了要保護外交人員的安全 但是這樣會不會讓戰事升級呢 有可能嗎 而介大使 一方面我們看到這樣一個報導 美國到底要怎麼做 可是現在又說 以就情勢戰情來看 其實情況看起來好像俄羅斯 沒有那個問題了 他已經呢慢慢慢慢掌控到這個局勢了 好 那接下來美國 歐洲都被這樣子戳著 因為經濟的問題 美國受得了嗎 歐洲的國家受得了嗎 風向有沒有變 紐約時報出了一篇報導 一個分析的報導 說美國沒有準備好 你看 他說 收復俄羅斯從2014年來佔領所有領土 這不是一個現實的目標 美國與北約在俄烏戰是越陷越深 戰爭帶來的通膨 可能讓美國人民失去耐心 白宮沒有辦法一直支持烏國 所以就算是支持 是有限度的了 那這個話是不是代表 風向已經開始在改變了 紐約時報喔 紐約時報寫的完章 因為這個其實就是 量變產生質變嘛 你時間拖長的一個戰爭 它的屬性就變了 那本來預計它兩個月結束 或者一個月結束 每樣差不多三個月 而且未來核時結束遙遙無期 所以這個戰爭對 不只對烏克蘭的性質改變 對俄羅斯性 對旁邊這些 也不是敲鑼打鼓 而是旁邊地槍地子彈的國家的 它的角色也轉變了 所以我覺得紐約時報已經看到這一點 就是說這個戰爭如果長期膠著的話 美國這個政策到底是什麼政策 那它是不是可以持續捲入這一場 那麼可能是一個非常長時間的一場軍事對峙 從衝突到對峙裡面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想法 那很多國家也在考慮到就是說 這場戰爭帶來的不是只有 俄烏兩國之間的此消彼長的問題 而是呢整個西方社會 歐洲的經濟是不是會面臨 這更嚴重的挑戰 以及這場戰爭帶起來了全球的這個原物料 尤其在能源上面供應上面 還有糧食供應上來 所帶來的這個供需失調 造成的長期的通貨膨脹 是不是影響到美國經濟 這都是一個很現實的 而且已經在發生的問題 那剛剛講的就是華爾街日報 講的就是說派特種部隊 保護進駐駐美國的駐烏克蘭大使館 其實這個美國派它的武裝部隊 進駐它的海外大使館 這是常態 台灣的AIT 他們也有這個海軍陸戰隊的 那這各國都是常態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的大使領館就代表你的領土 領土 就是你本國領土 你在裡面 你只要不要放什麼核子武器 不要在裡面 不所謂的不適當的 多量的軍事人員的話 那你是保護使領館的安全的話 很多都是限職的武裝人員 所以這個是一個常態 美國在歐洲很多國家 就是說這些支持它的友邦 可是當地有反美的力量 或者當地治安不好 美國也是武裝部隊 海軍陸戰隊或特種部隊 直接進駐美國大使館 保護大使館及人員的安全 這是一個常態 那就是說現在其實 這個俄乌戰爭 我自己的觀察 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脫下來到底是對誰不利 現在看起來不是絕對 對俄羅斯不利 因為俄羅斯基本上已經承受了 美國跟西方國家 共同聯手的一個經濟制裁以後 事實上它看起來是撐過來了 撐過了 你光看能不如不已經漲到六了 一比六十左右的 那超過它佔錢的這個幣值 另外一方面它整個國家的收支經濟 也沒有產生大幅的動盪 那麼國內的政治情勢也相當的穩定 人民的這個經濟生活 看起來也還相對的穩定 倒是在西方社會裡面 他們這個能源價格的暴漲 還有這個糧食的暴漲 那麼可能下一個這個Morrison 歐洲的Morrison 就是這個英國的首相Boris Johnson 對 所以這個歐洲的政局 反而因為這個 這個俄乌戰爭產生動盪 回過頭來 這一次拜登在其中選舉上 也備受壓力 這個原因歸咎起來 也跟俄乌戰爭不能說沒有關係 那所以說就是說 這場俄乌戰爭看起來 它對俄國的打擊 跟對西方跟美國的打擊 看起來好像有一點等量奇觀的感覺 那這場戰爭要怎麼繼續下去 再加上烏克蘭是超級貪腐之國 你現在這些送進去的武器 都有人在懷疑了 然後你又要拿400億給它 那現在才打了三個月 每個月400億的話 一年就是1200億 你美國跟西方拿得出來嗎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現在已經把它拋出來要討論 那400億到底到時候 你說真的會 現在是通過沒錯啊 到底要怎麼給 會給多少對不對 而且烏克蘭 這裡面又不是說 你烏克蘭全部全拿 你裡面租借法案的話 不是也是要還嗎 再來你講到能源 你看像波蘭 波蘭這邊就說 對啊我提前中止跟俄國買天然氣 可是他現在是不是壓力太大了 所以還去嗆挪威 這個波蘭的總理還指責挪威 是利用俄烏戰趁機在 石油跟天然氣賺取不易之財 說應該要把這個超額的大量的利潤 要把它分享出來才對 你看波蘭是不是非常的不高興 這個壓力很大 可是話說回來 現在波蘭也動作頻頻啊 說全力的來支持澤倫斯基嘛 然後呢支持烏克蘭加入歐盟 就算情況複雜 然後呢說 也要尊重那些為歐洲流血的人 還強調 如果烏克蘭成功的加入歐盟 這功勞是要算划沙的 可是呢法國這邊歐洲事務部長 卻在什麼 潑冷水 亮哥 他說我們要誠實一點啊 烏克蘭入歐盟申請得花15或20年啊 然後不想給烏克蘭人任何的幻想或謊言 重申馬克宏提議的歐洲政治共同體 然後再過來如果要講這個英國 英國這邊也好笑啦 英國呢這邊首相強森是脫歐沒錯 但是首相的爸爸卻入籍法國 說我只是拿回原本該擁有的 我再次將自己視為歐盟成員 這種感覺非常好 這真的是跟老爸跟兒子的立場 是非常的不同啊 沒有Paul Johnson他的外祖母 是法國那邊長大 所以他也不意外 他是回到他媽媽那邊去 是是是 所以沒有啦他反對脫歐啊 他立場始終如一啊 是他爸爸啦 那這個 法國講這個 歐洲政治共同體事實上沒有人理會啦 就是法國人自己不知道就在胡說八道什麼 因為法國現有就是 北約跟歐盟嘛 那你另外還要搞個組織那是要幹什麼 所以坦白講馬克宏也是 我覺得用這樣來呼嚨烏克蘭 烏克蘭人當然也看不下去嘛 所以他去反擊他也是合理啦 可是他本來就不可能立刻加入歐盟啊 這個很多國家都講過了 是 實際上荷蘭 奧地利 德國都講過了 那馬克宏只是 法國只是殘忍的再說一次這樣 15到20年 是不是會到15年啊 因為克羅埃西亞啊 2013年加入談了10年 那克羅埃西亞的人民所得是1萬5 那烏克蘭只有3萬3千多 而且烏克蘭未來還面臨重建 是 重建我看至少要5 6年吧 哪來的錢 對啊 是 所以他真的是戰完了 戰後就是一窮二白啊 一窮二白怎麼參加歐盟 那大家都要來補貼你 還有你很多法律的現狀 都不符合歐洲的規定啊 歐盟是個整體欸 他有衛生部門 勞動部門 環保部門 你所有的法律都要跟上欸 那難度非常高的啦 是 所以15年到20年是客氣了啦 我認為是幾乎不可能參加 還很難啦 好 不過現在呢 你看 目前呢光是講這個美國 美國自己本身的這個經濟 聯準會這邊就說 2020年初到2021全美家庭賺近38兆 累計總額達破紀錄的142兆 摩根大通呢則表示 全美國民財富今年開始縮水至少5兆 年底可達9兆元 那彭博社就說現在利率飆高 擾亂了房市已經影響到中產階級 還有工人階級的家庭資產 哇你看現在目前 美國自己本身的經濟啊 其實是有問題的 可是呢 到底哪來的自信呢 拜登啊在跟日本首相 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 美國記者還問 美國公民是否需要 為美國的經濟可能出現衰退 做好準備呢 拜登卻說不需要 說40年來美國的GDP 將首度比中國大陸成長得更快 然後承認美國的經濟存在的問題 但這些問題沒有世界其他地方 那樣的嚴重啊 欸亮哥為什麼 這個拜登是有這樣的自信 而且還說我們現在 其實好像很好狀況很好啊 拜登談經濟就聽聽就好了 對啊 他去年11月也說美國沒有通膨啊 今天搞的是什麼樣子 所以你就聽聽就好了 對啊 所以他這個 我覺得這個才叫做失言吧 他就說韓國都來這邊投資了 創造多少就業啊等等等嘛 那個就業才多少啊 拜託一兩千個 一兩千個就業就可以救美國啊 對不對 當然現在 主要是美國在看衰中國的經濟嘛 就是說你疫情大概起不來嘛等等 這個當然中國也要自救啦 因為中國未來可能會推動 擴大投資項目嘛 那也要做一些企業的鬆綁啦 不然他今年要保釋也有難度 所以確實中國也已經警覺到這個問題了嘛 是 所以最近李克強也講了很多話 對 畢竟經濟指標公布出來 對對對 所以拜登當然是在這個時間點上來看衰你嘛 說我今年成長率會超過你這樣 是這個意思 嗯 OK 好不過你看像這個俄國的部分 敬平我們其實看到 剛剛講到這俄國 俄國自己本身 你說真的很有壓力嗎 西方國家都給予他制裁 可是呢 大陸海關總署 根據他們所公佈出來的 是大陸四月份從俄羅斯進口 171萬噸焦煤 比2021年同期還要高出了一倍之多 甚至是創了紀錄的新高 是別人不買 別人要進大陸照樣買 還有別忘了還有印度 那路透社又說 在歐盟將在8月份實施禁運之前呢 買家趕快趁其他的供應員 折價多的時候來搶購 立刻來搶便宜 這是大家須之若霧啊 大陸從這個今年4月 從俄羅斯進口的 171萬噸的這個冶煤 真的是比去年同期增長了76 13萬高出一倍很多 那你看到最近那個 美國的麥當勞 還有這個Levis 他的這些品牌都要退出俄羅斯 一定是冷痛退出的啦 冷痛退出 你現在制裁俄羅斯 你那些企業待在俄羅斯幹嘛 短期內不可能解決 俄污這個問題啊 你只有趕快的這個撤出俄羅斯的市場 長痛不如短痛 雖然俄羅斯先擠一股 趕快去買這個麥當勞的 最後吃他一個漢堡或者是薯條 跟全世界現在因為這個 船運的這個疫情困擾 吃不到薯條又是一回事 但你就知道說 他們的市場要放棄了 要不然麥當勞跟這個 Levis當初進軍俄羅斯的市場幹嘛 那這個又回歸到剛剛亮哥在提到的時候 美國那個通膨嚴重 所以拜登很自豪這40年來GDP如何成長 可是你去看看美國富豪縮水的多少 1.6兆耶 你看看馬斯克他就是 個人資產就縮水的41%啦 然後當然啦 我拿他說住在加州 他自己的那個公司附近 就跟他們的這個特斯拉去住一個 新台幣不到150萬元的這個組合屋 當然是過的是像貧窮線以下的生活 那是他自己的選擇 但是你說馬斯克 他老婆受不了 這些狀況 對啊他老婆都受不了 但美國的富豪會喜歡拜登現在的做法嗎 所以俄羅斯現在他不用靠你美國或是歐盟 你要去封那個圍堵他 你要去制裁他的經濟 他就把印度跟中國 還有其他的這個國家跟市場 他就往那邊倒下 甚至剛剛講的船貨 他就折價賣 印度中國熱的減便宜 搶著賣啊 對啊就減便宜啊 沒有錯 那最一來一往此消彼長 美國你一直想要賣你的LNG 然後船在那個北海 在波羅的海 在北大西洋那邊stand by 那俄羅斯早就已經透過 他自己的管道開始去跟人家合作了 所以你看美國淘到什麼便宜 對啊 而且我現在好像沒錯的話是 美國自己本身現在對於那個天然氣的出口 不是都覺得很有壓力了嗎 都有人在喊說是不是可以減少 或甚至是暫時先不要出口 否則的話 其實如果真的美國是這樣做的話 那歐洲的國家怎麼受得了 因為我好不容易這邊我要切斷 或者是減少對俄羅斯的這個採購 那我就需要其他的來源 你美國不是給我們保證嗎 那如果你美國現在你連自己都做不到的話 那怎麼辦呢 結果搞到你看波蘭的氣孔 不是啊 因為他自己能源也在漲啊 所以他不能一直出口啊 不然能源怎麼壓下來 而且他的戰敗除油 一下子又不能補上去 是 所以 而且中東不願意增產啊 那你怎麼辦 所以你只能夠說減少外銷啊 不然你內部的油價壓不下去嘛 是 這個很現實啊 所以歐洲現在紛紛恢復買電燃氣跟石油啊 不然蘆布怎麼會又大漲啊 是 就是因為這樣啊 就是美國的LNG第一個太貴嘛 那第二個美國自己也想壓油價 是 所以他不能一直出口啊 就這樣啊 對啊 所以介大使你看 繞來繞去搞了個半天 結果俄羅斯就在旁邊看 看你們能怎麼玩 然後呢 把其他的國家弄得是雞飛狗跳 不是嗎 現在這次俄乌炸彈 歐美對俄羅斯自行的是這種金融制裁 現在人家就看出來金融的力量 跟實體的這種 所謂的這種商品的力量哪個大 現在看出來商品力量不小於金融 你金融是買空賣空 商品可是紮紮實實的 人民每天需要的 那現在是農業 你銀行裡面放100萬 可是你現在 你現在你的冰箱裡面就不能空 這裡幫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打架完之後呢 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呢 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